被李一峰拒绝后,关小彤投入陆寒怀抱里,粉丝抗议说,反对这门亲事,关小彤是国民闺女,有一双大长腿,还是学霸,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,像关小彤这样的女演员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? 关小彤以前对记者说过,自己喜欢李一峰,还公开向李一峰示爱,说想要嫁给李一峰,但是遗憾的是,李一峰并不喜欢关小彤,李一峰断然拒绝说,关小彤作为后辈,还是希望关小彤能够好好生活,好好拍戏,被李一峰无情的拒绝后,关小彤投入陆寒怀抱里,两人干脆直接公开了恋情, 虐不虐狗,虐死一批单身狗,陆寒和关小彤曾多次戴同款帽子,同款手表和同款手链,还曾同一天同一个地方留影,这些都是恋爱证据,那时候没人敢相信他们秘密恋爱,陆寒的粉丝死活不承认他的恋情,陆寒27周岁,关小彤20周岁,两个人年轻差了7岁, 这种兄妹恋情能长久稳定吗?网友哭泣说,我想过很多人却没想到是关小彤,我算是明白了,陆寒和关小彤,是用来测试微博服务器, 我怎么觉得他俩一点CP感都没有,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感觉,而且我觉得身高差很尴尬,真的太扎心了,最喜欢的那个人居然喜欢上了,我最不喜欢的那个人,薛之仙就这么被救了,让我们沉思一个问题,难道陆寒和关小彤在一起,就是因为两个都是北京,本地户口, 从10月8日中午开始,迪丽热巴彻底和陆寒没有了任何关系,所谓的陆地夫妇这一对CP也直接分到扬镳了,在跑南中,陆寒和迪丽热巴捆绑CP,几家欢喜几家愁,现在有点心疼迪丽热巴了,以后要开始炒作陆寒乖小彤CP了,乖小彤成了最大的赢家, 可是陆寒粉丝不买账,看不上关小彤,他们表示抗议和脱粉,给大家截图了几个段子守评论,是因为妈妈不让找外地户口吗? 假的假的,陆寒刚才打电话叫我别生气,说都是逢产作戏,超想要他跟迪丽热巴在一起,我反对这门亲事,本来对陆寒有点好感的, 现在因为关小彤又没了,今天有多少人一起失恋了,不多说了,坐等分手那一天到来,陆寒这一次是认真的吗? 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可是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啊,问问大家,如果非要在迪丽热巴和关小彤之间选择一个人,你会选择谁? 你认为关小彤配得上陆寒吗?现在微博系统已经坏掉了,工程师紧急修复,页面卡主办个多小时刷新不出来,陆寒粉丝还放出狠话说,如果是真的,我们可能就翻脸了, 关小彤抢夫之球不共戴天,我们要报仇血恨,现在迪丽热巴的微博已经瘫痪沦陷了,大批网友和吃瓜群众纷纷喊话说,我们不要关小彤,还是你和陆寒最般配 谢谢大家